印度尼西亚主要的商业区路段禁止摩托车穿行的试验计划 今天在雅加达提供 是的 当局希望能够借计划来缓解拥堵 并且减少摩托车交通事故 过去三年 单是在首都就有2000个骑士丧生路上 摩托车不能穿行于市中心最拥堵的两条道路 印度尼西亚政府希望这项管制性措施 一月中能完全实施 为期一个月的试验性计划则在今天开始 这期间 交警将对违反禁令的骑士发出警告 并指导他们使用替代路线 当措施真正开始实施后 违规者将被罚40美元 事实上 这项禁令更大目的是要阻止一些车主 因公路实行电子收费 想要将轿车换成摩托车 对于新举措 骑士们有赞有谈 也有人认为当局要先解决缺乏停车位的问题 这项禁令未来或将延伸到其他路段 当局希望更多人在繁忙路段使用公共交通 您看如现在的注意力中 请搜战 明镜需要再问